洛杉磯颁发的世界3D大奖 李安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赢得了剧情片最大奖 而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台湾的导演 屈全力的作品 也获得了国际评审团大奖 相当不简单 有3D奥斯卡奖支撑的世界3D大奖 今年将年度最佳3D剧情片 颁给了李安导演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而这一位来自台湾的3D导演取全力 以3D呈现出台湾风土无化之美 征服了世界各国的评审获得推荐 夺下了评审团大奖 我们的片子是百分之百实际拍摄 我们并不是有电脑动画在里面 在实景拍摄我们运用了很多3D的一些技巧 海底的微距 这个东西在我们去年刚出来的时候 也都可以算是亚洲第一次 茂林满山屁野的紫斑蝶在树林间飞舞 3D影像触手可及 金针花矮就像盛开在眼前 前路海底渔群就像悠游在身边 取权力导演跟他的团队花了两年多 台湾头走到台湾尾 用3D影像记录了真实美丽的台湾 赢得了大奖 但得奖的喜悦回到台湾后 却还是不敌现实环境的无奈 台湾事实上真的很可惜 你看到台湾最好的3D电视 你看现在全世界最红的3D导演李安 所有的哪一个东西 哪一种3D社会不是从台湾出去的 现在卖的电视 是不是都有3D功能 而且很便宜 那这意味着是什么 就3D要走入家庭 我们的主管单位 像公共电视 像文化部 有没有对这一方面去做研究 没有 完全没有 取权力感叹的说 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 推出了40多个3D数位的频道 中国也已经有了6个3D频道 台湾纵使有不输国际的技术跟人才 但却难有发挥的舞台 他还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留下 更多3D的影像记录 但过程却也困难重重 万一真的有志男生 出走他乡 将是不得不的决定 借陈淑军林国皇台北报